马上百位民众排起了长长人龙 就是因为华台大饭店 举办歇业出清特卖 许多民众该来抢便宜 餐具跟群具没有上线 运动器材还有一些碗盘 台队排到巷口转角继续排 毕竟上千件商品最低同板价 博位水杯只要五元 盾中七元 盘子卖九元 另外家具也没缺席 一字两百元 茶几沙发通通千元有找 上万元健身器材 还下沙二点五折 一开卖就秒杀 整个大厅热闹如市场 许多人双手拿好拿满 位在林森北路上的华台大饭店 在2022年10月歇业后 限制将打造成复合式大楼 附近的台北华国大饭店 则因为疫情和围绕都跟席登 搬迁到士林 预计2023年底重新开业 另外台北国宾饭店 也规划改建成豪宅 传出还没公开就成交 顶楼户美瓶标破200多万元 在2022年疫情冲击之下 加上观光客大减 饭店改建潮杀不住 不过位在都会 精华地段成为优势 改建之后恐怕后市看长 TVBS新闻 陈建敏刘一轩 台北宗马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找着是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站